欢迎收看新闻快讯 北卡罗莱纳州南部桑普森县警方 今天接到一起枪击案报告 5人被发现在一个住宅遭枪杀 警方正在调查事件 事发在桑普森县克林顿 今天凌晨零时过后 有人报警称发现了这几具尸体 报案人表示 昨天晚上11点左右 曾与其中一名受害者交谈过 又表示他因为在回家路上 经过事发房子而揭发案件 死者包括四男一女 所有人都有枪伤 不同族裔 年龄介乎30多岁到80多岁 暂时未知他们的关系 巴勒斯坦回照激进组织哈马斯的代表团 今天访问莫斯科 就释放外国人职 以及从加沙地带疏散俄罗斯等国公民的问题 与俄方举行会谈 哈马斯发表声明赞扬俄罗斯总统普京和外交部 为结束西方支持的以色列罪行所做出的努力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瓦 今天稍早在美洲简报中表示 伊朗的副外长卡尼也正在访问莫斯科 但他没有透露更多的细节 另外俄罗斯副外长伯格丹诺夫宣布 巴勒斯坦自治政府主席阿巴斯即将访问俄罗斯 与总统普京举行会谈 22岁的中国男子高智 因为涉嫌诈骗一名65岁的圣地雅各女性而被捕 案件始于一条谈出事的信息 受害人因为电脑出现问题 误以为消息来自微软并拨打了消息中提供的电话 支付了120美元来解决电脑问题 然而这实际是一起犯罪团伙的诈骗电话 后来盗窃团伙冒充大通银行工作人员打电话给受害女性 声称她在银行账户存在欺骗行为 要求她提取现金并存入所谓的安全账户以便调查欺诈 受害人每次被要求提取2万到3万美元不等的现金 然后交给高智进行保管 不久后受害人的家属觉得可疑便向圣地雅各警方报案 而根据检察官的说法 只有大约五分之一的老年人欺诈受害者向当局报案 他呼吁更多受害者勇敢站出来报案 以帮助制止这一类的骗局 Uber公司今天宣布开始在亚利桑那凤凰城提供全自动驾驶车辆 也就是说当地乘客现在可以乘坐无人车出行 这些自动驾驶的车辆将由Google母公司Alphabet旗下的自动驾驶汽车公司Wemo提供 行程的价格与Uber的传统车辆行程相同 当乘客在Wemo的运营区域内请求UberX, Comfort, Comfort Electric或Uber Green 就会与一辆自动驾驶汽车配对 而乘客也可以选择接受或拒绝这一辆车 想尝试自动驾驶出行的用户 也可以通过在Uber应用程序中更新自己的偏好 来增加与自动驾驶车匹配的机会 乘坐Wemo汽车的乘客有全天24小时的客户服务热线可供咨询 Uber与Wemo今年5月达成合作 根据一份发布的声明 Uber选择凤凰城为首个公开推出Wemo汽车服务的城市 部分原因是因为它是世界上最大的完全自动驾驶服务区域 更多详细的报道 请继续收看前较播出的话语电视完全新闻